6月25日,前港姐冠军麦名师冯盈盈及陈敏之 在电视城出席TVB娱乐大家的录影活动 今天,麦名师拖着受伤的双腿前来参加活动 走起路来很显吃力,看着都让人觉得心疼 问及情况才知是前两天学习冲浪所致 冲浪,对,所以你看到我其实早已经都是雨清 因为第一次玩,然后不懂,然后总是视频好 那已经把脚弄伤,所以这一次就因为已经有救患 所以就更容易再次把它伤到 2019香港小姐竞选于昨日进行首轮面试阶段 有不少参选者都来自一流名校 作为曾经以学霸和港姐冠军并称的麦名师 就对新一届港姐给予了真诚的鼓励 自己也是过来人,我以前也是曾经非常非常专注学业 因为人只有24个小时 总不能照顾所有方面 所以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找到自己的风格 那一定可以为自己走出一条路 同场的陈敏之笑止 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玩游戏的人 不过在玩的过程中经常都是被别人戏弄 因此被身边玩游戏的朋友笑称猪一般的朋友 其实玩游戏我不算太好的 我很喜欢玩,但是都是被人家玩 每一次都是很蠢蠢的 比较慢的那一种 好像人家说是住一般的朋友 我就是住一般的朋友 飞饭娱乐时时报道